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.01分57秒 播放流水 939EBD6CCBETEB65F 98EE4A6FDC618370201本地热智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复利3-2苏宁场足协备四强 扎哈被煤开二度加绝杀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-X-W-I-N-D-O-W-D-A-T-A-V-I-D-E-O-A-R-R-P-U-S-H-V-I-N-N-R-G-K-0-E-D-A-S-I-M-G-H-T-T-P-E-N-O-S-G-T-I-M-G-C-O-M-N-O-S-R-P-L-S-0457-7-4-4-6-0-2-6-4-0-4-8-0-0-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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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0 1秒,腾讯体育7月28月去中超二次转会期过后,江苏苏宁注销了巴西外人拉米雷斯的中超资格,不过,目前拉米雷斯并未在苏宁预备对效力,根据巴西媒体透露,拉米雷斯正在巴西进行休养,并且他正在和苏宁进行解约谈判,如果一切顺利,拉米雷斯有望以自由身的方式离开中国, 巴西媒体环球体育披露,拉米雷斯即将彻底告别江苏苏宁,因为这名球员已经正式通知苏宁俱乐部高层,处于个人原因,他希望与俱乐部解除合同协议,目前,拉米雷斯正在巴西老家,等待解约谈判的结果,并且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,等待接下来的工作, 据了解,拉米雷斯与江苏宁的合同,等2019年年底,结束,他的经纪人正在和苏宁协商提前解除协议, 环球体育表示,前段时间,国际米兰和拉奇奥,都联系过拉米雷斯的经纪人,表达了希望拉米雷斯加盟的愿望, 但是并没有太多进展,如果拉米雷斯能和苏宁解约的并恢复自由身,他在转会市场上将更加容易找到下家, 除了拉奇奥和国际米兰之外,土抽豪门加拉塔萨维,也在等待拉米雷斯的解约消息, 不过环球体约指出,相比于解约的,苏宁更希望将拉米雷斯出售,套取一部分现金, 因为两年前他们在拉米雷斯身上,花费了高达2800万欧元的巨资, 但是就目前来看,完全收回成本是不可能的, 此外,拉米雷斯在说明省与和同期内的薪水超过1000万欧元, 这笔钱如何处理上无定论,一旦返回欧洲,加拉塔法雷等俱乐部, 愿意给拉米雷斯提供300万欧元左右的年薪, 这笔他在中超的待遇将大幅度下降,阿尔高